二十歲的江姓女騎士 七月十五號傍晚 沿一三九線彰化室 往芬園鄉方向 經過死亡彎道時 失控衝出自摔 撞擊露宿及護欄 送醫傷重不治 眼尖的警方揪出疑似多人禁訴 在便衣警混入人群 追焦取締時 赫然發現 兩名分別十五歲 十七歲的青少年 當時就陪同女騎士 一起騎車 有十六部重機車 以及十六人 危險駕車 全部來做舉罰 其中有三人 有涉嫌公共危險座的 危險駕車 挨罰六千元以上 三萬六千元以下罰款 由於未成年的關係 警方依法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場 爸爸接到警局電話 氣得痛嗎 父母有對小孩 也有做訓斥 也有告誡 避免到該危險路段 來做危險駕車的行為 彰化縣分原鄉 一三九縣死亡彎道 兩個多月兩起奪命車禍 這也難怪青少年騎士的家長 會氣瀑布 都出人命了 怎麼學都學不乖 在內新聞區四位 張福報道